好来看到第二届的圆克嘉年华活动是圆满的落幕了 活动聚集40多个摊商以及餐车提供民众各种消费的选择 更积出消费满百元的换摸彩券来带动市集的买气 三天的活动是创造了超过20万元的消费金额 第二届圆克嘉年华一连三天在民权市街封街举行 凡是在现场消费满100块钱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 根据克星所统计这次活动回收了将近2000张的摸彩券 消费金额超过20万元 市长温嘉贤在27号也透过了直播公开抽奖 颜克嘉年华的特色就是把原住民跟客家花莲在地的一个市集小农结合在一起 那在这几天里面消费了将近20多万元 那总共也将近2000张的一个摸彩券 那我们今天也要抽出一些大礼 那我们希望说更多的朋友 未来在我们公所举办的活动里面都能够持续的来参加 也可以号召更多的乡亲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来支持我们在地的小农 在地的青创的朋友们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活动 能够跟花莲市来做相关结合 那在这一次的原客嘉年华 我们不只是结合了饭店业 也跟相关的一个活动 路跑的活动来做相关的结合 那我们让整个活动有更加成的效果 再次的欢迎所有详情朋友 有机会也可以到花莲市公所 浩克会馆后面的一个客家市集来走走看看 115个奖项包括了蒸汽挂烫机 康宁家具 各大饭店的餐券 住宿券等 另外还包括了县长 议员 市民代表及很多摊商提供的奖品 市公所将会以电话来通知得奖者 并且把得奖名单公布在花莲市公所的官网脸书 即使起到12月30号 得奖的民众要带身份证前往浩克文化会馆来领取 这里会幻视报导